各位好,现在是上午9点43分 今早港股是顺利高开的 这就叫做稳定了近两天的下跌势头 先看看恒生指数现在是升了接近2% 很有应该感到非常喜悦的 因为及时控制局势 国企指数升幅更加大,2.26% 红筹指数1.13% 红筹指数先轮表现最好的 今早早就应该是追落后,追回旧经济股和国企股 科技股3.11%更加强 综合指数1.73% 表示二三线股表现都不错 升股票数目比跌的股票数目明显为多 一开波是完全对板 12个行业指数 能源业跌0.41% 表现是最差的 其次到医疗保健业 都要跌成0.61% 恒生指数期货 开市之后 一开就列口高开 然后很快就冲了上去 24846 24846 然后就回远 整体来说 都是好友大户控制大局 将个价位托了保力加通道顶部上的小时图 保力加通道顶部也 专为上移 希望继续上移 限制回跌空间 市况将会二升难跌 今宵甚至全日 RSI STC MACD 全部都离好 包括STC %K 回到%D上 MACD 及时发出双额买入讯号 全部离好 SAR就出了极点高位 是24846 刚才提过的 这个位置未定的 要到10点钟才定 到时的高位 即10点前的高位 要在11点 12点 最迟下到2点 出现高过这个高位的 时段收市位 如果能够出现 后市做一向好 否则 可能就要 反复横行进行整固 上一个很关键的位 这个 24988 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能够升破 就代表这里的 调整落 正式圆结 这一节 也是圆结 OK 那就可以继续上升 对短中期后市港股 非常有利 行指期货 讲完之后 我们讲国指期货 国指期货 最高是见过8718 之前的高位 是8749 不是差 87 是否49 应该是 8794 对不起 因为8794 暂时只看到8718 好有认需努力 至于保力加通道 SAR RSI STC MAC 的情况 和行指期货 完全一样 不再详细说多次了 科指期货 就是这样 它过不了 比利加通道顶部 但是在近日 这么弱的势头 能够挑战 保力加通道顶部 阻力 暂时看到 5423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因为这个5423 当然 如果要把5423 和这个高位比 那就差大距 5920 但是如果你和这个高位比 看看是多少 5599 5599比 暂时是5602 SAR 亦出了SAR 极点高位 最高见过5623 这个就是SAR 极点高位 RSI STC MACD 情况和另外两个指数 期货 都是一样的 稍后和大家重点分析的股票 将会是 1833 平安 好医生 我们将会由月线图开始 看它的 长期的形势 开始 先收到这张图 研发主板市场 非省户主动买股比率 现在是62比38 6.1比39 跳了一跳 代表 是 中户 大户 买家 入市进取程度 明显地较 股价 是 是 投入一点的 然后 这个比率 是高过过59 日平均的 57比43 暂时 绿德资金正主动买股不够20亿 但仍占总成金 已经是8.28 5% 是非常不错的 开始 今天 33个业务类别 资金正主动买入 最多的 是最后三位 软件贡物业 8亿1300万 资金涌入 汽车业 也有 2亿3400万 地产业 1亿4400万 主动买股比率 全部都是 显注配合 或者是 好像这个汽车 非常配合上升动力 33个业务类别所属股票的 平均变动率 表现最好 暂时是 半导体业的 只有4个业务类别 是在跌 平均变动率 至于 我被当时的 还买卖券商最活跃 5位 Morgan Stanley JP Morgan 富途 证券 UBS 美丽 2个北水 第7第8位 主要托着123 在低位托着的 药明生物2269 伏牌 Morgan Stanley 富途 证券 和 UBS 压着的 主要 是压着 腾讯 Morgan Stanley 和 这个是 UBS UBS OK 就 比如说 托着这 2269 这么厉害 我都和大家 立一立 这2269 现在的表现是怎样 269药明生物服牌买卖之后 一开市 就在昨天收了多少的 中途停牌 收了62.25 今天开市 充满了68元 然后 回回来 最低见过59.55 现在最新报62.2 是比加权平均价格64.468为低 估价依然非常大 而这只股票的历史波幅已经升了上100年7厘 大家小心 恒生指数的 4倍 又多 短财 非常小心 薄反弹 我从来不会建议大家 做这么危险的动作 那么大把股票在升市之中 可以买 怎样买这只呢 500只恒生作指数成份股资金正主动买入最多头五位 第一位是软件服务业的腾讯 4.378万 阿里巴巴接近2亿 美团1.3亿 小鹏汽车 1.1亿 港交所 1.068万 全部都升的 升幅呢 就以阿里巴巴的5.8% 最厉害 美团4.4% 不是呀 原来小鹏汽车 7.22% 那 这两只都推高了的指数 恒生指数 科技指数 那就是 看看先 是不是全部都给 那个 加权平均价高 第一只腾讯就不是了 刚才两家大户 压着 是低过的 阿里巴巴就是 都是低过的 高位的沽压 都不轻 原来 跌口高开之后 升幅可能过大了 美团高过 小鹏汽车高过 港交所 就高过 主动买沽比率 全部都配合 上升动力 美团 最 最没那么厉害 只有57.43 你看这个 小鹏汽车 78.22 这些 港交所7 3-27 是极度配合的 另外两个 都叫做 显著配合 或者非常配合 显著配合的 阿里巴巴非常配合的是 腾讯 两比全部都很高 最少3.5倍 小鹏汽车10.5-48倍 就非常强劲 145.6倍 质货的 在盛事市中 竟然还有质货 被人质货的 不是竟然 是油的 药名生物 估都估到 工商银行 长和 中石化 和中海油 刚才 应该是刚才看到 某些板块 就差一点 看见到这个 石油股 石油股 现在挑出来第五位 药名康德 至于他们 失败的 现价 比起 加权平均价 是否高了还是低了呢 如果低了就更加差 高了还有一些希望反弹 自己看 主动买股比率 就叫做 除了 药名康德 未够配合之外 其实全部都配合 跌势 配合下跌的动力 分别配合 可以是分层次 就是 分级别就是配合 染柱配合 非常配合 或者极度配合 这就没有极度配合 因为未够 30比70 量比 药名生物的28倍 最高 其他都不低 2倍 4.56倍 不等 再看的是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刚才在 这个 香港时间8点钟之后 冲我上去 4526.75 接着就下来 现在 又回升 最新到4524.25 4524.50 最新的 4524.50 我改改了 4524.50 看到 恒生指数合理值 是24648的 现在五个指数 12345全部表现得比美子期货 特别是科技指数 就 追落下了 偏高0.724% 国企指数也表现得非常好 偏高0.675% 现在 恒生指数就下落 只是偏高0.452% 大家不会这样的诧异 因为我跟早 第一段投资金分析里面 根据 指数期货 未平初入约 净数变化 给的结果 在高位 主要的 回跌动力 来自蓝筹股 大家看回第一段 就知道我 开市之前 已经做出这个预测 这是准确的 接着我们就看 EAS股的结算价 在开市之后 第一个价位 9.35 恒生指数报2474 国企指数报8676 科技指数报5590 全部都是在升 但是三个指数 就是科技指数 给EAS 略为偏低 科技股 好像开始有少少 回肚压力 升 另外 轻微偏高 看看 最重要就是这三个指数 继续 维持升 就好了 这些 就算偏低也不要偏低 希望这个转为偏高 恒生指数 就 合理值 24648 最高 24838 是过了 到了 24838 最低先说 24690 是高于合理值 非常理想 看科技指数 5560 也高于合理值 最高位 恒生指数 24839 24839 到了第2个 即使重要阻力位 非常漂亮 但是 站不稳 科技指数 5622 也到了第2个 即使重要阻力位 看 国企指数 8713 也到了第2个 即使重要阻力位 最低位的 8658 就是 没有 高于合理值 所以今次的形势 非常漂亮 那我们 讲完美资期划之后 就和大家做 今天的重点分析 就是股票 平安好医生 1833 开始 積健高位 25.3 然后 反复回落 去最低位 246 现在弹了 248.5 比加权平均价的 249.2 略低 即使 孤家暂时控制了局势 历史波幅 恒生指数的两倍 50.905 非省户主动卖 比率是100 比零 又是100 昨天见过一只 是这样 昨天见过一只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283 中海油田服务 100 现在和大家详细分析 陆德资金正主动卖 415万 不是很多 但占成交金 有时16.5-34% 不可以不看 即使 好弹分水量在$25 暂时在下面 我们就看100比零 刚才说的100比零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先看看 有没有包括大户 或是全部中户 没有的 没有大户参与 对不起 所以不是这样 启示性 只是中户 低一中 为什么重要 是数5万股 25元 就是100比零 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再看 平安好医生的 主要今早早托着 三间 高税金融要财政券 和高盛亚洲 但资金正被动买入 百多万 另外同样 资金正被动买出 金额都是百多万 JP Morgan 美林 托价的主要是 平均托着24个8号 领压价都是24个8号 领压价是轻微一点点 图表分析 月线图 平安好医生 1,2,3,4,5,6,7 7支阴烛之后 今个月 暂时是阳烛的阴烛 都是阴烛 蓝色的 为什么要转一转 因为看不到实心 空心 很难看 第8支 会不会第8支 今个月 不知道 暂时来说 升的 现价比上个月的收市位高 更好 并且是横行移回到保利加通道里面 即跌势 叫做暂高一段落 但是暂高一段落 并不表示 由这个高位 148个半跌到下来 这个跌落 并不表示 已经在 低位 24个2 今个月的低位 见底 未必的 因为可能是什么 1 2 现在是3 但4 再来5 A中5 是有可能的 当然也可以 走完 A中A A中 固乎A中A 固乎A中5 固乎A中A 固乎A中B 固乎A中C 走完整个固乎A 但固乎B都可以 也可以 固乎A 直接是这个 固乎A 固乎B 固乎C 跟着新星浪 也可以 但是 哪样机会大一点 看看指标 全部都利淡 对不对 虽然 SCC已经严重超买了 看来 新星浪展开的机会就极美了 反弹 只可以看什么呢 如果大胆 价格 24个2 已经见底 就博反弹 这里不说了 免得 长期来说 博反弹 这些位置 初步阻力 是这个 83 很大阻力 长期说 这个位置也有更大阻力 82 7 先看清楚 是否83 83 没错 还有 82 7 对了 如果你说 我真的拼博 这个是 固乎A中 固乎A中 3 走完 但固乎A中 4是多少 我帮你计 这里的 起步 固乎A中 3的起步 起电 是97.5 97.5 又拿回 我送给 Planternum 和Diamond 订户 Patreon Excel Worksheet 97.5 拿出来 97.5 你想要 就upgrade Planternum 或Diamond 会计 就送给你了 87.5 跌下来 刚才是24.2 24.2 没错 一般来说 那个4浪 就是固乎A中4浪 假设 最悲观的 想法假设 是0.382 目标是 52.0 52 52.01 很大的胜伏 可以 当然它会分为 ABC三浪进行 低一级的ABC三浪 这是长线 你可以看这里 我说长线 讲清楚 大家不要弄乱 短炒 就看52元 很高直播 中期 周线图 这里没错 跌落 真的 没那么急 转得 平缓了 不是那么急 平缓了 平缓了 不是表示不能再跌 在这里 够平缓了 然后又再跌 暂时看到 24.22 今天星期低位 暂时的低位 不敢说 这已经是低位 所以刚才我计 如果 在短期期内 再看到低位 24.22 这个位要改 这一改 这个反弹目标 又会下调 自动被下调 指标 12345 看清楚 RSI 是低于5 周平均线 STC%K 仍然是低于%D 但也是严重超买 严重超买也要躺在身上反弹 这就是大件事 你看 严重超买不是这个星期开始 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和大家追索 是应该由 去年的9月 下旬已经开始了 如果当时博入买 你现在都输了多少 我当收市位算 51.8 你现在跌到24.8 这就输了一半 超过 好了 中期亦都不会考虑 中期亦都不会考虑 中期的反弹目标 挺难看的 你可以由这里量 56.4 跌下来 刚才那个长期反弹目标 是52.2 0,1 如果中期 我们由56.4 计 目标 0.236 我教大家看 这些差异的表现 先看 31.79 再看36.5 幸运的 就看40.3 不幸运就没得看 这两个就算了 这是中期 短期 短期 没什么方向感 只可以告诉你 继续反复偏淡 指标 1 2 这个RSI 现在就率先回 五天平均线上 今天收市 之后才 确实 才可以确实 因为昨天还在下面 但是只有一个指标 当然不会短线反弹 这样做 不会建议你这样做 所以 无论计算什么 升浪目标 止蚀位 昨天的低位 24.2 都未可 轻然可 未能够 轻然可以 找手 今天一会 或者明天 跌穿24.2 有没有那么出奇 不如我们看 三个 辅助分析指标 看短线的时候 知不支持 我们的短线反弹 看看 平均线整体分布形势 全面 利淡 这样看得清楚 全面利淡 今天的成交 未知 昨天跌下来成交也不少 DMI 现在 正DI 是低于负DI 两条线都打横行 表示 要做 下跌动力 没有再增强 上升动力 又未见增大 就是代变 这段 投资金刚分析 说完了 稍后 不是稍后 今晚 我给了第三段 投资金刚分析 是给高级或以上级别的Patreon 听的 到时 因为今天 如果你今天维持这个势头 那叫做港股都不错的 那我就会 再继续检讨港股的最新形势 昨晚检讨了一次 今天再跟进 和大家 看看 有没有机会 短线 转为更加好 中线 往上突破呢 机会有多大呢 应该这么说 今晚见 你呢